我可以接受 但是那种穿刺的同时 真的是要命 指着自己的伤口 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赵先生去年11月 在工地监工时 脚掌意外被铁钉刺伤 原以为小伤口 打个破伤风擦药就没事 没想到却越来越严重 我的脚底已经就密合 看不到伤口了 哪知道就是10天以后 脚背就冒出一个很像 很像就是我们的青春痘一样 就开始长红肿 就一天 马上那天晚上就花烧到 38度 好 在紧急住院治疗 接受了青创手术 检验后才发现 是感染了偶然分子感菌 它是会造成 就是软主尸上面的一个感染 那通常就是病人呢 有一个外伤 那它这个伤口呢 愈合不良 所以到了医疗院所来 经过经过进一步的诊断 才会发现是 这一支菌的一个感染 偶然分子感菌非常少见 但因为发展速度快 容易引发伤口感染 或是蜂窝性组织炎 相较于一般常见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链球菌 治疗偶然分子感菌 必须使用两种以上的抗生素 治疗时间长达三周以上 还要追踪三到六个月 医师建议 如果伤口愈合不如预期 一定要主动就医 我们会看到伤口会有一些化浓物 那基本上化浓物 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治疗 它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的化浓物在一两个礼拜内 它还是都没有一个 愈合的现象 那其实就是应该要来找医师了 民众千万别轻呼啸 伤口的威胁 万一感染发炎 不仅赔了健康 还得挨痛治疗 大安新闻女士宣张烈嘉 台北报导 大安新闻女士宣张烈嘉 大安新闻女士宣张烈嘉